美元对日元已累计上涨超过7.6% 甚至一度跌到创新低的125.09日元 堪称三月份最弱货币 受新冠疫情冲击 供应链被打乱 再加上俄乌开战 日本选边战 投资人担忧以及全球化经济 诸多因素都冲击到日元贬值 尽管日元走扁被认为有利于 包含丰田汽车在内的日本出口企业 但在能源价格同步飙涨的背景之下 日本民众也开始大喊吃不消 有日元先生之称的日本经济学家 沈元英姿就表示 要是美元对日元下滩到130 将会让日本央行警铃大响 带来许多问题 也有专家建议 台湾民众若想趁势美日币 可等到汇率冲破126的换汇甜蜜点 再出手 三粒新闻 李丽涵报导 老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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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富婚 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